三天兩頭不是外交部就是總統府 忙著澄清假訊息 原來臺灣境外假訊息侵擾 連十年全球榜首 瑞典哥德堡大學最新研究報告指出 臺灣是全球假訊息影響最嚴重國家 而且多汗中國有關 蔡總統出訪時跟國內的溝通管道 有一套成熟的SOP 並對中國認知作戰 府方時刻都在反映掌握假訊息 並做出反制 蔡總統更下令要及時澄清說明 我們希望威地馬拉認清大事 早日做出正確選擇 中國官媒作求給中國外交部帶風向 一大一唱言很大 製造假訊息就是想破壞蔡總統出訪 讓我國外交部趕緊活現反擊 根本是中方荒唐戲碼 而中國認知作戰 還有透過中國國安部出手 提供假訊息給柬埔寨華文媒體 說臺灣外交部投注巨款 想換取非洲加納設立代表處 還強調前課牽線後侵吞款項 須以以假亂針加深外交部澄清難度 另外就連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到中國訪問也可以惡意操作 中芯是重要合作夥伴 新華社報導李顯龍跟習近平會面時說 幾乎所有國家都認可只有一個中國 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 但仔細檢視這些說法跟新國政府的新聞稿 完全不一樣 已經一直不斷地跟民進行這種所謂信息戰 對這個民進黨政府的一個沒有信心的這種認知 影響那個什麼民眾的投票行為 不管是抖音啊 小紅書啊這種 這些東西對臺灣的影響其實是更大的 中國文公武後不斷透過以假亂針的輿論 進行認知作戰 如何有效防堵成我國黨務之極 三零新聞林凱鈞 温文軒 台北報導